新政院二十三號推出第二版的核式碎鐵 主要以問答疾的方式 分為能源政策 核能安全 以及核四公投三大部分 這是碎鐵特色 主要收集國外世界核能協會資料 以及國內專家學者數據 希望以公正客觀的角度 向民眾解答核能方面的疑惑 不過外界質疑這份問答疾 並沒有針對如果發生核災 對臺灣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為何 此外像是核四停建 臺灣是否會缺電這樣的議題 經濟部的文宣說明 臺灣將面臨限電缺電風險 但是相關數據從何而來 行政院在三月二十八號 推出第一份的核四碎鐵 要向民眾說明新建核四的理由 但卻被批評內容空泛 而這次問答疾印製了三萬份 希望拿出更明確的數據資料 要讓民眾作為核四存費的判斷 基礎 顯示執擋力推核四公投的決心 界定線 吳家寶 台北報導